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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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念八百张 再念八百张 孩子能完全好吗 哦 错了 我错了 忏悔 我想问一下孩子大概什么时候能完全好 我说错了 还是说错了 因为生了这种病就叫业障病 业障病一般的就是灵性离开了 因为长期在他身上储存的那些生病的基因 不会全部去除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完全正常了 他的眼睛 他的眼神 还是有一点痴呆的感觉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会完全好 但是能够好到百分之八十 那基本上已经属于很好了 谢谢师傅 然后想问一下师傅 孩子需要放生多少条鱼 五千条 五千条鱼 那我想问一下我的经文 以及那个小房子念的怎么样 感恩师傅 小房子念的还可以 好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我叫他 小朋友 他叫什么名字啊 张成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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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卢台长 张成飞 张成飞讲话 说 爷爷 讲话 叫爷爷 看见了吗 大家看见没有 不会讲话 台长就叫他讲话 但是要靠他念经的 不念经我有什么办法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